讲步骤之前,首先要说下手握烙铁的姿势。 一般主要有反握法、正握法、握笔法。 反握法的动作稳定,长时间操作不易疲劳,是于大功率烙铁的操作。 正握法是于小功率烙铁或带弯头垫烙铁的操作。 一般在操作台上焊接印制板等焊件时,多采用握笔法。 接下来就介绍手工焊接五步法。 一,准备试焊。左手拿焊丝,右手握烙铁,进入被焊状态。 要求烙铁头保持干净,无焊渣等氧化物,并在表面镀有一层焊锡。 二,加热焊件。烙铁头靠在两焊件的连接处,加热整个焊件全体,时间大约为一二秒钟。 对于在印制板上焊接元器件来说,要注意使烙铁头同时接触两个被焊接物。 三,送入焊丝。焊件的焊接面被加热到一定温度时,焊锡丝从烙铁对面接触焊件。 注意不要把焊锡丝送到烙铁头上。 四,移开焊丝。当焊丝融化一定量后,立即向左上45度方向移开焊丝。 五,移开烙铁。焊锡浸润焊盘和焊件的湿焊部位以后,向右上45度方向移开烙铁。 结束焊接。焊接完成后,如果操作不规范,焊点会出现。 吸焊,吸量过多,吸量过少。 冷焊,空洞,蜡尖等几个点型的问题。 而一个合格的焊点,应该像金字塔形状一样,平滑明亮。 黄晣